最近有食肆貼出告示 不招待内地人 有团体指他们涉嫌歧视 评计会主席朱敏健就说 目前四条反歧视条例 涵盖不了这一类行为 郭永恩报道 荃湾这间餐厅贴了告示 说店员只是识广东话 我觉得未必是歧视的 对于食客来说 可能这样都会识得安心点 觉得歧视有点歧视 我觉得广东话都会中招 有点良体温内有很多餐厅有做的 路德维另一间餐厅 就直接写明不招待内地客 这条街一共有八间餐厅 只有一间写明不招呼内地客 另一间就只是说 入店铺之前要良体温 不止这几间 网上都有人整理了 不招待内地人的食店 社区组织协会去过几十间餐厅 六成都有在店铺展示 不招待内地人 实际帮衬13间的时候 就有近一半有涉嫌歧视的行为 认为是直接歧视 要求评机会跟进 评机会主席朱敏健说 收到的查询和投诉 涉及过百间食市 但现在四条反歧视条例 涵盖不了这一类行为 如果他的店家也做了一些其他的防疫措施 往往其实可以在环境上证明了 他究竟是因为防疫的理由 而做这个告示 还是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 甚至乎是一些藉口 单纯说我不懂某一种语言 就不招呼只说某一种语言的顾客 这个在道理上是不足够的 他又说如果有亲身经历的人来投诉 会小心审视个案 长远也会研究是否需要修例 游线电视记者郭永一报道 一首掌握游线电视记者郭永一报